2023年2月3日 在泰国伦皮尼竞技场举行的 One周五格斗夜三中 多名泰国拳手遭到非太极拳手KO 让人感慨泰拳的国际化竞争越来越激烈 在除量级泰拳赛中 伊利亚斯比穆萨耶夫 伊利亚斯姆斯 展现了自己恐怖的拳法重击 两次击倒泰国名将潘里特 在第二回合1分03秒KO获胜 赢得1万美元奖金 女子原子量级泰拳赛中 中国香港拳手与尤佩开局 就以出色的组合拳压制了 赛斯塔比西桥 并在第二回合1分12秒KO赛斯塔 获得1万美元奖金 玩冠军赛采用分支手套 相比拳击手套 打击效果更强 速度更快 更难防御 这对很多擅长拳法的运动员来说 是有利的 而传统泰国拳手 以腿法 吸法 肘法 建长 整体来说拳法没有优势 这导致有些泰国拳手 走上1冠军赛 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1周五格斗 夜三头条主赛选手 科尔法比托比桑天诺 Trofator S 安庆诺 在自己的1冠军赛首秀中 也非常不适应外国拳手的拳法 在去年12月 One 164的营量级泰拳赛中 科尔法被塔吉尔比哈利洛夫 Tagir Kolailov重拳打倒 第一回合2分29秒就遭遇TKO惨败 赛后科尔法表示 那场比赛我没有完全理解规则 有太多遗憾 这场失败让我明白 只有强 撞的拳手才能在One冠军赛中生存下来 我必须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提高 当看到泰国拳手在泰国伦皮尼竞技场中接连被KO 很多人都在担心 雨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达万猜比PK比善猜 台湾筛PK 三猜能 否在2月25日One 格斗夜期中抵挡住老将贾马尔比尤苏波夫 Jamal Yusupov的重拳 毕竟后者曾经在One 龙腾岁月中重拳KO了泰国传奇 荣物亚桑克莱 Yotzen Clefair Tax 之后 由苏波夫还凭借重拳击败了AK47 萨米比萨娜三名 萨娜和乔比纳塔乌特 Joe Natwart两位名将 相比39岁的尤苏波夫 23岁的达万猜更年轻 移动灵活 攻击技法丰富 去年达万猜以三场连胜 被选为年度最佳泰拳手 去年1月One 重拳出击 达万猜以重拳KO 萨玛佩奇 Simapatch 此后升级到雨量级作战的达万猜 第二回合KO追梦人尼古拉斯 比拉尔森 Niklas Larsen 赢得5万美元最佳比赛花红 在与彼得莫拉克Peshmarked Petch Indy的比赛中 达万猜用灵活的阵灯 和组合拳 判定拿下胜利 成为雨量级泰拳新王 为了对付尤苏波夫 达万猜进行了大量的 针对性训练 特别是来到雨量级之后 接着